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起冲 今天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 带来看下这个新闻 这新闻呢 不懂是哪个地方了哈 就是呢 呃 在那个地方呢 在马路上呢 出现了一些洞 可能等了很久 等不到当地的政府来补这个路洞 啊 结果呢 就有一个华人男子呢 非常热心的啊 自己掏腰包 买了一些材料 然后自己啊 出力啊 去补掉这些洞 啊 然后呢 这个照片呢 就给人拍下来 放上网 然后网上呢 甚至有人说啊 这个人才应该做外币 啊 哈哈 OK 好 so 我们单从字面上来看的话啦 这个人应该做外币啦 啊 就证明了 很多人的思维呢 还是停留在 呃 以前马华那一个时代 啊 就是呢 认为呢 外币的工作就是要修路了嘛 不然要做博啊 啊 OK 为什么我说停留在马华时代 其实呢 我们的人现在有这样的思维 就是哦 这个 啊 国轴医院呢 就是应该去做输入灯钩啊 啊 这种思维呢 其实是 这是马华时代留下来的遗毒啊 啊 啊 OK 啊 在这里呢 我必须要很清楚的 斩钉截铁的告诉你一句 其实呢 国轴医院的工作真的不是修路 真的不是做输入灯钩啊 你会有这样的错觉呢 纯粹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呢 在以前国阵长期执政的时候呢 啊 然后呢 马华呢 啊 长期的当家不当权 啊 国家大事 不关马华的事 马华没有这个资格参与 啊 然后呢 马华呢 啊 那时候也是作用啊 啊 百多个国轴医院的咧 啊 又当家不当权 然后呢 又有这么多个国轴医院 啊 不 如果国家大事没有他的份 这样要怎样刷存在感呢 哦 他就想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刷存在感 就是呢 抢市医院的树路灯钩的工作来做 啊 啊 啊 然后呢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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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国轴医院就出来说 哦 我做了一条马路 我我砍了一棵树 啊 我做了一条龙钩 啊 我加了一支路灯 啊 所以呢 啊 我们六十年来呢 都是看着 这样的马华的国轴医院的表演 就是看着这些表演长大了 啊 所以呢 我们的思维呢 早已经潜移默化 啊 就是呢 啊 先路为主的这个 已经认定了 哦 修路就是国轴医院的工作吗 不然是谁的工作 啊 OK 我讲到这里没有错吧 我讲中了很多人的形式吧 啊 你们到了这一刻 你们还是认为 啊 修路就是国轴医院的工作 不然的话 今天这个新闻的主角啊 啊 他的网民也不会说 啊 这个人才配做歪逼 修路的人就可以做歪逼的话 这样我相信很多人可以做歪逼哦 哈哈哈 OK 好 啊 我在这里呢 我在这里呢 我已经跟你说了 就是当初 啊 马华的逃避政治 马华的当家不当权 所以呢 才会找这些 也输入登钩的工作 来刷存在感 所以呢 弄到我们大家都误以为 这就是国州议院的工作 其实不是 啊 啊 啊 国州议员的工作 主要就是要去到国会 去到州议会那边 啊 辩论 啊 国家的课题 州的课题 然后呢 如果要讨论什么法案 OK 国州议员呢 就负责提出自己的意见 然后呢 投票 赞成还是反对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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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就是国州议员最主要的工作 当然 国州议员还有另外一个工作 就是照顾选区 所谓的照顾选区呢 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围 啊 啊 就是呢 只要你那个选区呢 的人民呢 有问题 啊 啊 要找人解决的话 他们通常会去到国州议员的服务中心 然后国州议员的服务中心呢 就会想办法帮忙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啦 啊 OK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名声服务 啊 啊 可是我讲到这里 我还没有讲到输入登钩耶 啊 啊 输入登钩是 市议员的工作 我跟你讲 往往啊 你输入登钩的问题 你去找国州议员 啊 其实呢 整个流程也是这样 国会员把这个工作打给州议员 州议员把这个工作打给市员 啊 然后呢 市员呢 他才跑去市议会做输入登钩的工作 啊 然后到了最后 你以为是国州议员做 当然国州议员也有份参与啦 但是呢 他们的权限呢 是没有办法直接去做到输入登钩的 他们也是要寻求市员的帮助 市员才可以明正言顺的去找市议会来做输入登钩的工作 啊 我不说这个国州议员没有参与 但是呢 啊 真正的 啊 有这个权限的 其实市议员跟市议会 这样你何不直接找市议员跟市议会呢 啊 啊 OK 所以你们现在明白问题在哪里了吧 哈哈 啊 OK 所以讲到了这里 如果你们还是以为 国州议员的工作就是修入了吗 这样我可以很直接的告诉你 你们的这个思维是被马华时代给荼毒了 啊 马华的国州议员 啊 用输入登钩来修入了 刷存在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啊 虽然现在的国州议员啊 啊 啊 继续做输入登钩是OK的 但是那只是锦上添花 只是多余的工作 并不是他真正的工作 啊 啊 当然 啊 国州议员 要有这个意愿要做多一点 我当然是欢迎啦 但是呢 千万不要像以前的马华这样 只做速度登钩国家大事 不管你是 啊 OK 所以你明白我意思吧 啊 好 然后呢 第二种路呢 是州籍路 就是州政府做的 啊 最后一种路 就是啊 地方政府路 是地方政府做的 啊 怎样分别 啊 通常联邦路呢 啊 在他的法定的意义上呢 是呢 州跟州之间啊 互通的公路 就叫做联邦路 是最大的马路 你可以看到马路里面最大马路 啊 啊 然后你在路牌上呢 你要看他的这个路呢 旁边往往有个黄色的牌 然后呢 里面写什么 联邦路是只写号码罢了 没有英文字母的 那个就是联邦路 啊 然后呢 州的路呢 就是呢 通常在一个州里面啊 一个城市通往 另外一个城市啊 这一个路通常是州籍的路 啊 然后你看路牌呢 州籍的路呢 他那个黄色的 啊 格子里面呢 啊 有一个英文字母 那个英文字母是州的这个cord来了 然后呢 后面呢 有一个号码 就是这个州的第几条路 这个就是州的路 啊 然后第三种地方政府的路 啊 就是当地的市议会做的路 啊 就是没有啊 英文字母也没有号码的 就是直接加烂什么什么 我们俗称的花园路 啊 或者是市中心里面的路 啊 直接加烂什么什么的 那些都是地方政府路 啊 啊 OK 所以 现在你们明白了 我们有联邦路 州的路 还有这个地方政府的路 啊 啊 所以呢 原有头再有主 啊 啊 当你发现到有一个路动的时候 你先看清楚这条路是什么路 是联邦路 还是州路 还是地方政府路 啊 我可以很肯定的跟你讲 其实我们啊 老百姓啊 通常会complain的都是地方政府路 都是我们俗称的花园路 或者是市中心的那些路 啊 有加烂什么什么的 一定是地方政府路 啊 so 这个地方政府路 找谁 就像我刚才说的咯 你还是要找市员跟市议会咯 啊 你就算去找国州议员 国州议员 也是打给市员 市员去做的 啊 OK 啊 啊 到最后呢 啊 你可以感谢国州议员帮的这个忙 啊 但是他市员 你不知道 这工原来是市员做的 啊 OK 然后呢 你去看这条路 如果是联邦的路 跟州的路 啊 这样你就要知道找谁啊 联邦的路 你要找联邦的JK奥工程局 啊 州的路 你要找州的JK奥工程局 啊 当然 你可以说 我一个平民老百姓 我将去找工程局 啊 啊 这个时候 你可以去找你的国州议员 可以 没有问题 啊 OK 但是我要强调 平时我们日常生活所遇到的路啊 路动啊 多数是花园路 啊 很少是州的路跟这个联邦路 啊 OK 当你发现到联邦路有路动的时候 你可以去找你的国会员 啊 然后你的国会员呢 会通过他自己的管道 去跟中央的工程局 取得一些联系 然后来补这个路 啊 同样道理 当你发现到这条是州级的路 有路动 你找你的州议员 然后州议员也会通过他的管道 去联系州的工程局 然后呢 叫这个州的工程局去补这个路啊 这个是一个合理的管道 啊 但是呢 你如果是 啊 花园路 你找国会员 啊 国会员 转个头就打个电话给市员了咯 你明白吗 啊 然后以此同时 如果你是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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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输入啊输入灯钩呢 是YB井上添花的工作 但并不是真正的工作 当然 如果是有YB们愿意热心出来帮忙的话 当然是井上添花 但是呢 千万不要像以前的马花这样啊 把这个当作唯一的工作 当作唯一刷存在感的工具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时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